主席先生 中方支持举行此次紧急辩论 我们对有关国家再次发生文烧古兰金的事件 表示强烈谴责 中方一贯组装 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包容互建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穆斯林的信仰和宗教感情应当得到尊重 所谓言论自由 不应当成为煽动文明冲突 制造文明对立的理由 中方愿同各方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倡导坚持文明平等 互建对话包容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建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我们希望并相信此次禁忌辩论 以及后续的对话与讨论 能够推动一些国家 拿出政治意愿 采取切实行动 解决导致傲慢 歧视和排外言行的深层次问题 增强对不同宗教和文明的理解与尊重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